抱抱抱抱 抱抱抱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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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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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轻一点 再放轻一点 糟了 昨晚会不会 醒了 流氓 你递我做什么了 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 而且她喝得醉糊糊的 那就什么都做得出来啊 妈 你下流 你无耻 你承认之危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你 有这么严重吗 都是成年人了 你还笑 我恨死你了 我恨死你了 好了 好了 小心 我还要喝 到了 到了 快点下来 快点下来 我不下来 我不下来 好好好 继续喝 我还要喝 얼 来来来 来来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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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出来就好了 我像要睡觉 睡觉好 睡觉睡觉 来睡 上床睡 上床睡 抱吧 sanitizer了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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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bao 来 来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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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紧一点 好好 抱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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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抱紧一点 再抱紧一点 这么晚呢 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 对什么呢 对什么呢 喝醉酒 她跟谁在一起喝酒 这是谁帮她发的信息 我看她是给你 你打开名声 你打开了 我打开了 我的打开 我打开的时候 我打开了 楼下 我打开了 你打开了 你打开的 我打开了 我 需要 拔面 接下来 언祈 抱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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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抱歉一点 再抱歉一点 糟了 你昨晚会不会 醒了 流氓 你递我做什么了 姑娘寡你的共处一室 而且她喝得醉糊糊的 那就什么都做得出来 你下流 你无耻 你成人之危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你 有这么严重吗 都是成年人了 你还笑 我恨死你了 我恨死你了 好了好了好了 逗你玩的 来来来 你看看 这是你的杰作 酒量那么长还吐我一身 弄得我连衣服都没得穿了 原来是这样啊 不会喝酒 以后少找别人喝酒 真是 对不起啊 我误会了 知道误会就好 虽然以前我一直很喜欢你 但趁人之危的事情 我可做不出来 这点你大可放心 谢谢啊 糟了 我夜没有回家 少君肯定急坏了 我得走了 我送你啊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喂 你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一个晚上没回来 怎么了 着急了 我能不着急吗 你一个晚上没回来 我能不担心吗 我昨天晚上跟疯子似的 满世界找你 你说你是不是喝醉了 你怎么知道 昨天晚上有人拿你的手机 给我发短信 说你喝多了回不了家 对啊 我是喝醉了 和朋友喝醉了 朋友 什么朋友 发短信的是谁 想知道吗 告诉你吧 是宋谣 宋谣 你明知道这个人对你不安好心 你为什么还要出去跟他喝酒 还喝得烂醉 你怎么想啊 是要你把工作放在地位的 冷落我 不陪我去看房子 你就是因为这个是吗 我警告你啊 如果你不爱我 外面还有人爱我呢 环琳娜 你是在故意气我是吧 错 这是事实 好 好什么好 你还怪我 合理你 你还怪我忽略了你 那你也不能忽略我 你这话倒提醒我了 我傻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一见面 不知道关心别人 男人就知道骂人 我这不是骂你 我是担心你外边的男人 个个如狼似乎 你一个晚上没回来 我能不担心你吗 只有我安丽娜 欺负别人的份 还轮不到别人来欺负我呢 你放心 绝对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真的吗 你不信啊 你是我老婆我当然相信你 可是我不相信外边那些狼啊 你说你长这么漂亮 哪个男人见得不心动 所以啊 我以后要布下眼线 二十四小时跟踪你 免得你被别人拐走 现在知道怕了吧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冷落我 我再也不敢 我发誓 我发誓 妈 妈 这情理箱怎么回事 谁要出门吗 是谁你还不清楚吗 是你要离开我们安家 我 你好大的胆子 原来小城是你的前妻 你瞒着我们不说 你是什么军心啊你 妈 你听我解释 要真想解释的话 他从小城来我们安家 你就应该解释了 你不说 你看着我们两个老糊涂 引狼入室 放任你的前妻 搞得我们安家乌云瘴气的 你呀 根本就是故意的 不是这样的妈 我失去记忆了 我根本不知道小城是我的前妻 这件事情我最近才知道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 你当初追娜娜的时候 你失忆了吗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她 王妃我这么弃重你 这么看得起你 还想培养你当我们安氏企业的接班人 幸亏娜娜发现得早 要不然 我们安氏企业就到大霉了 是丽娜说的 她能不说吗 她眼睁睁地看着你 看你把小城从医院接走 打电话你也不接 一个人可怜兮兮地哭 我问她怎么了 我真是如雷红顶啊 我们安家 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要战害我们安家呀 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把她带出去 是因为我想把话跟她说清楚 我真的爱丽娜 我没有骗过她任何东西 你不用再解释了 我安大维绝不接受你这种 行为不检点的女婿 而且我们安氏企业更不可能 交给你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 爸 我想请你 看在我失忆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我真的很爱丽娜 我可以发誓 我对小城没有一丝的留恋 不必了 当初你和娜娜结婚的时候 我心里就不踏实 到现在 我终于发现你对娜娜不忠了 这说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马上跟我们娜娜离婚 彻底离开我们安家 爸 妈 这件事是我要做 虽然我失忆了 但是小城想破坏我跟丽娜的婚姻 可我却选择沉默 我只足以自己做 是因为我爱丽娜 我不想让她失望 我不想让她痛苦 你说完了没有 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爸 爸 妈 看在我对丽娜一片真心的份上 能不能让我最后再见她一面 爸 求求你们了 你还生气啊 我知道 你打电话我不接 是我错了 我应该跟你道歉 对不起 但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送丞华吗 我不听 你要听 丞华骗我 骗我送她回去 骗我去见她爸 骗我说 能帮我恢复记忆 不是我要送她的 她说什么你就相信啊 我看你分明就是旧情难忘 我真的是被逼的 丽娜 她说如果我不去送她的话 她就公开我和她之前的那段婚姻 借机伤害你 我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婚姻 我才这么做的 我不听 我不听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就算你能相信我 爸妈也不会原谅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爸要我和你离婚 要我搬出安家 是我求她 才能来见你这最后一面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无法挽回了 但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没有对不起你 自始至终我只爱你一个人 如果你能体谅我的苦衷 我就没有遗憾 爸最受不了的就是你受委屈了 他也曾那么欺辱我 所以我必须得听他的 如果你想好了把结果告诉我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一切我都配合你 配合什么 离婚 我要下去了 免得爸有不耐烦 再אש 太余 玲霖 杀 变我 少君 是 哎 哎 真的假的呀 鬥死我了 他这人太逗了 是啊 谁想的好多一句话 早上给我逗了 太有意思了 再来 他这人怎么这么冷啊 是啊 所以 你千万别逗了 你逗他的心 不能提 不能提 是啊 哎 哎 行行 不错了 来来 喝酒 好 喝酒 你们是在笑我吗 其实 好 其实没关系 每一个女孩都应该笑我 跑车 别输 没女 全都没了 知道为什么吗 女儿 女儿 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叫陈花的女儿 女儿 来了 所以你们应该笑 好 我都想笑我自己 所以 你们也可以笑 可以笑啊 可以笑 干什么呀你 走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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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小姐 这纸箱是少先生说 要留给你的 他人呢 不知道 李娜 李娜 我是个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的可怜的人 是你给我的爱 让我找回自己 明白自己 你给了我许多 多到我无法回报 如今 我让爸失望 让你心碎 我真的很抱歉 失去你 让我更知道自己有多爱 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不应该带走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 这个盒子里 都是你曾经送给我的礼物 如今再也用不到路 唯有那个存桌 是我自己一分一理存下来的 本想用这笔钱去买属于我们两个的房子 但是现在没这个机会了 我要离开了 到你最喜爱的那片湖 我想静静地躺在那里 想着你 希望你每一次经过的时候 也同样能想起我 我只有这个小小的请求 最后我想说 只要我还爱你 忘了自己是谁也没关系 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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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真傻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生你的气吗 谁让你有李小成的 少君 你不能死啊 怎么办 你到底在哪儿啊 你看 有那个人 那儿 有 有刺杀 快点 喂 110吗 有认臭海 你真是人 下人啊 别过来 你先下来行吗 冷静点 我不会下来的 我不会下来的 你冷静点 到底在哪儿啊 没有了过去 没有了现在 也更不会有未来 所以我只能这样 先生 你先冷静点 我很冷静 我不需要你劝我 如果你真心想帮我的话 麻烦你把我刚才说的话 告诉我妻子 那你告诉我 你妻子是谁啊 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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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少君 你别过来 你下来好不好 我求你快点下来 谢谢你 谢谢你来送我最后一程 我知足 少君 你别这样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别死 你快点下来啊 我还能怎么办 我只能以死证明我爱你 少君 你在我心目中 不是一个用死来逃避问题的男人 你知道吗 那你要我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办 没有人肯相信我 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只能以死证明 过去 现在 未来我都爱你 我没有改变过 我相信你爱我的心 你相信吗 你真的相信吗 你要是相信的话 你为什么把我以前的事 全都抖了出来 那是一个连我自己 都想不起来的过去 你觉得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 是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 你让我怎么办 我是爱你的 你怎么忍心欺骗我呢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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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我没有骗你 你没有骗我 我不信 是真的 只要你愿意下来 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的 少君 我爱你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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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放开我 别乱动 放开我 别乱动 别乱动啊 别乱动 你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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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及抖 别乱动 撒 り子 少君 知道吗 你吓死我了 少君 你知道吗 小君 你知道吗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少君 你知道吗 你吓死我了 少君 我不得 buckets呼 你啊 少君 你知道吗 你真把我吓死了 我也不想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让你相信我 你知道吗 如果我失去你了 我想我根本活不下去 再怎么解释 你也不会相信我跟程华没什么 傻瓜 我不相信你 我干嘛过去救你啊 刚刚在湖边 我不是已经说过我相信你了吗 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真的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事情 全都捣了出来呢 人家是女人嘛 女人碰到这种事情 当然会生气了 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但是气消了以后 我还是觉得不该那样对你 少君 我不该怀疑你的 我差点让你走上绝路 我现在想起来 我还挺后怕的呢 丽娜 没事 只要你还相信我 还爱着我 我就满足了 嗯 丑华这个女人真是太可怕了 她差点毁了我们两个 我不能再让她这么肆意破坏我们的感情 所以无论我是否恢复记忆 我都有必要把事情跟她说清楚 只要你离她远点 事情就简单了 事情就简单了 而且 只要我们夫妻同心 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是担心小程会对我纠缠不清 没事 小程以后 由我来对付她 这恐怕不行 这个女人不简单 要是你去对付她的话 我怕你会受到伤害 少君 你会保护我的 对吗 你会保护我的 对吗 你会保护我的 对吗 当然 这是我的责任 那我们和好如初吧 你怎么了 你是相信我了 你罢了 我想她已经对我彻底失望了 我想她已经对我彻底失望了 我去跟我爸说 有用吗 你爸现在对我戒心那么重 我花了多少心血 才得到你爸的信任 现在全都给毁了 你爸恐怕很难再相信我了 我爸那边我会想办法的 你罢了 你罢了 不要勉强 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不了 我再找别的工作没 只是 只是什么 我担心你爸 不让我们俩在一起 爸真的有可能会这么做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有了 我有办法 我可以让我爸同意我们继续在一起 而且还能让你回去工作 什么办法 好 黄医生 琳娜 找我有事情啊 是的 说吧 什么事啊 我这个妇产科医生啊 专管女人的大小毛病 不是健康的问题 是有事要求你帮忙 求我帮忙 你怀孕了 这几天我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就去医院做检查 结果确定 让我怀了少军的孩子 老不怀孕 晚不怀孕 偏偏在这个时候怀孕 拿掉这孩子 爸 拿掉这孩子 对母体的伤害有多危险啊 我们安家 我们安家不能要少军的孩子出生 为什么 因为他不诚实 蓄意欺骗 他欺骗了我们安家所有的人 爸 您怎么这么残忍 这可是我的亲骨肉 您的亲外孙 爸 您知道拿掉这个孩子 对母体的伤害有多大吗 我不是您最疼爱的女儿吗 您怎么忍心看我受这种伤害呢 奶奶 这得你放心 爸爸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 请最好的医疗团队 来为你做这个手术 把伤害降到最低 再说 要你妈妈为你精心调养 你不会有事的 您想到 您那么冷血 不要杀死您的亲外孙 您 您 你外公不要你 妈要你 我是一定要生下你的 娜娜 你这是何苦呢 与其让这个孩子 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还不如 不让这个孩子出生吧 他有父亲 他的父亲是少君 少君 少君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做你的丈夫 更没有资格做这个孩子的父亲 我已经原谅他了 你说什么 我原谅他 我相信他 你说你相信他 你相信他什么呀 他和小陈这些天把我们安家上上下下 交互得一塌糊涂 这难道还不够吗 小陈故意来到我们安家做保姆 就是因为他心存不敢想要报复 他不仅想要破坏我跟少君 而且他还故意接近大哥 把大嫂弄成现在这副样子 一切都是他在作怪 我们全家都上了他的当了 您对少君有误解 正好趁了他的心了 现在 还要做出这种 亲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 非要杀死您自己的亲外孙 娜娜 可是 大卫 娜娜说得没错 不 我们一家人哪 都中了那个小城的诡计了 你看 现在少君又被我们赶走了 我们安家又乱成一团 他现在可幸灾乐祸了 连你也想让这个孩子出生 孩子是娜娜的 他要生下来的话 我们就尊重他的意思啊 妈 乖啊 还有啊 大卫 对 要是咱们外孙出生没有爸爸的话 咱们安家在外面 会被人笑话的 虽然现在离婚 再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最重要的 是少君对咱们娜娜好吗 这不就够了呀 爸 我拜托您 就不要为了这点小事 对少君全盘否定了好不好 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爸 连你老妈都这么说了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啊 好吧 就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我就知道爸爸最疼我了 怎么了 妈就不疼你了 妈当然也疼我了 娜娜 其实啊 爸爸妈妈都非常心疼你 而且爸爸这么做 也是为了你好 也是为了你幸福着想啊 你要知道 爸爸一向看人是不会错的 我是怕你后悔啊 既然你和你妈妈都坚持这么做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娜娜 接下来 你还需要爸爸做什么吗 别逼我和少君离婚 让少君搬回来 让他回到暗室企业 然后 然后 就对向我对他的承诺 让他当暗室企业的父子 对吧 那当然最好了 可是您肯吗 你爸他那么疼你 肯定会答应的 对吧大伟 你爸他都不想 找了好几天的工作 全都没找了 找到好工作真的不容易 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少君就在这里工作 好 盛局 林娜 我要是这样回去 爸会不会说我没致情 不会的 爸如果要是骂你的话 就不会让司机接你了 放心吧 快走 董事长突然召集一级主管开会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啊 之前谁也没急啊 董事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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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好 多坐吧 今天我把大家叫来 是要跟各位宣布一下公司的人事任命 少军 你来 现在我正式任命 少军为公司的副总经理 负责接下台湾 香港方面的事务 感谢各位 以后还要请各位同仁多多支持 多多配合 好了 没别的事了 都去工作吧 好 来 少军啊 啊 我当你是我的女婿 才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 记住 以后 你再敢伤娜娜的心 你就没有任何机会 知道吗 爸您放心吧 感谢您的提醒 在工作方面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对立娜 我会永远爱她 不会再伤害她 爸 您都听到了 这下您该放心了吧 现在还不能放心 我还要继续观察 记住 我说过的话 一定要做到 好 怎么样 今天是不是给了你一个惊喜啊 亲爱的 我发自内心的高兴 不过很好奇啊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 能让你爸有这么大的转变 这儿呀 都要感谢肚子里的孩子 孩子 你怀孕了 真的 真的 爸就是因为 看在这个外孙的面子上 才决定给你这个机会的 娜娜 我要做爸爸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丈夫 好爸爸 那就等着看你的表现了 嗯 这样吧 我们今天好好治愈的 庆祝我身份当宝妈 好 走 老板 谢谢您给我机会 我会努力工作的 有客人来了 先去招呼吧 我要先看看你的表现 好 去吧 娜娜 今天公司不忙 吃完饭 你打算去哪儿啊 嗯 去哪儿都行 先生去看一下菜单 你得陪我 对不起 我请别的服务员 来帮两位服务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态度 瞧不起人啊 还是想赶客人走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点菜吧 那请您看一下 我去哪儿呢 看见他也没有什么实意 要不我们换一下餐厅吧 换什么呀 既来之则安之 除非啊 你心里有鬼 为了认明我心里没鬼 你点 小姐请点餐 你看着办吧 四菜一汤 配不好 我可不给钱呢 这还费什么话呀 好吧 小高 这桌客人 要我帮他们配个四菜一汤 不怕配不好 你帮他们配吧 这个我帮你送 好吧 七号桌 就你刚刚点菜的旁边那一桌 好的 哎呀 烫死我了 哎呀 娜娜 哎呀 你怎么回事啊你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老板 老板 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啊 你们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对不起 有没有烫着两歪 烫是没烫着 关键是 我们点菜的时候 他就爱搭不理着 现在又把汤撒我身上了 有这样的服务员 以后让我们怎么来 你们餐厅吃饭呢 你看看你 第一次接待客人就闯祸 还不跟客人赔礼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走 拿去看病 免得以后说我七号 走 少君 我们换一趟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去给耍长上点药吧 这工作不适合你 算了吧 你还是在我家中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是不是 帖子 公主 你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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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你就下来吧 来呀 有种就来呀 来 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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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啊 工作压力太大了吧 公司代理的商品市面上出现了山寨版 弄得我焦头烂额 再不发泄出来的话 只怕我会疯的 辛苦你了 老公 我知道你求好心情 可是也别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人家看了都心疼了 你放心吧 我才刚当了副总 不好好表现 怎么让你爸对我烈眼相看 是不是 我得好好表现 这样才能证明我是一个好丈夫 你是因为爸对你不好 你才这样力求表现的吧 怎么会呢 我不是这样想的 爸和你对我的期望都很大 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 证明自己的能力 不过你放心 工作和家庭我都会见过 不会冷冷你的 那人家不想让你太累吗 担心你把身体累垮了 你要知道 我以后的幸福 可全在你身上了 我知道 好 诸位 让我们热烈欢迎 奉于副总经理正式上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希望各位多多配合指教 各位啊 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我们公司的业务 我决定再增加一名副总经理 大家都知道 范于是我的儿媳妇 在她事业高峰的时候 临时结了婚 但这是一位战将 现在我把她请回来 为我们安事企业 工程律师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啊 谢谢 谢谢 另外 我们范副总啊 在工作中那是雷厉风行的 要是骂你们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你们这个范副总啊 脾气不太好 这点儿 我儿子是有精神体会的 好了 跟大家开个玩笑 跟别的事儿 大家就去忙吧 好 好 恭喜你啊 大嫂 恭喜你啊 大嫂 谢谢 以后请你多多指教 少君 对你大嫂的过去 你恐怕不太了解吧 这一点丽娜很清楚 范鱼的父亲 在国内塑料行业里 可是龙头老大 她的那片江山一大半 都是你嫂子打下来的 她又不是因为 嫁进我们安家当媳妇 在家相夫教子的话 她现在早就是一位女总裁了 小军啊 这一点儿 你要好好向她学习啊 嗯 范鱼啊 爸爸希望你能够调整好情绪 尽快地进入状态 好 将来 在公司里你和少君 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互团结 相互切磋 被安市做出最大的贡献 好 一定会的爸爸 我跟你说啊 只有激烈的竞争 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啊 往后 谁能大幅提升公司的利润 能够拓展公司的业务 谁就有本事当上总经理 好好干 我要看你们谁是最后的赢家 爸 您不要给我太大的压力 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范鱼 你可不能大推探公啊 要记住 你现在已经起在虎背上了 好 那我一定加倍努力 绝不辜负爸的期望 嗯 这就好了 小军 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呀 没想什么 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呗 看你的表情好像不大开心啊 是吗 被你看出来了 我是担心大嫂 大嫂之前的精神状况不是太稳定 出院马上就来公司担任药职 万一要是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到时候对安氏来说 会是很大的损害 嗯 我倒觉得 让大嫂进公司工作挺好的呀 总好过待在家里 她跟大哥大眼瞪小眼的 话不投机 那真会疯掉的 离开大哥的生活圈子呢 这样对两个人都好 你不会是怕大嫂抢了你的位置吧 爸刚才啊又这么极力地捧大嫂 你是不是觉得她是你的最大的威胁 会抢走你接班人的位子啊 要是我不介意吧 那是假的 爸老是明着按着给我压力 我也经常自我检讨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为什么爸对我这么没有信心 别担心 你忘了 你还有一个最大的武器呢 什么武器 当然是你可爱的老婆了 当然是你可爱的老婆了 我老婆哪是武器啊 我老婆应该是我的宝贝 现在你才知道啊 好了 别老烦心这档的事了 你的能力加上我的帮助 按使得接班人非你莫属 谢谢老婆大人 陈珊 娜娜 这照片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最不想让你看到的 还是被你看到了 难道真是你拍的吗 怎么可能是我拍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 这照片 不是你故意拍下来 再寄给大嫂 让大嫂去对付小成的吗 这是承勇 把这些照片寄给我 想讹诈我一笔 可是我没理他 谁想到 他竟然把照片寄给大嫂了 承勇 小成的弟弟 真是这么回事 丽娜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 这对姓程的姐弟 心眼多有贪婪 连安琪这样的孩子 他们都不放过 实在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以后 一定要小心防范他们 要不 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事来 看到这照片 我都吓傻了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 丽娜 你要记住吗 我是你老公 什么事你都应该相信我 而且你老公 怎么可能做出 对不起家人的事情 对吗 嗯 你老公 喝水吗 我知道是谁 对暗期下的毒手了 愿意跟我见一面吗 谁的短信啊 无聊的广告 对了 亲爱的 我约了客户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得走了 什么客户啊 我们刚才怎么说的 你说以后不再怀疑我 要相信我这个老公 那你现在 怎么又问我的行踪啊 好了好了 不问了 我相信你吧 这就对了嘛 亲爱的 你放心 谈完事我马上回来 你为什么在蛋糕上下药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是谁告诉我 是我爸爸亲眼看见 亲口说的 伯父您说话了 那真是恭喜你了 看来他恢复得挺好的 别转移话题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蛋糕里的药 是不是你下的 为什么要害我们家人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去下药呢 成华 如果你想推卸责任的话 也用不着大费周章地 编出这么个故事来 你说什么是你爸亲眼看见的 亲口说出来的 那我在蛋糕里下药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阻止我 你不要再狡辩了 我爸在亲眼看见你 你还想抵赖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人了 我真的越来越不认识你了 我跟你本来就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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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什么话好说 我走了 社局 是我爸爸亲眼看见的 如果报警了 他是可以指证你的 这件事情你别想抵赖 你到底想干什么 别再用这种下三乱的手带 来勒索我 我告诉你 我不害怕任何威胁 你说什么 你少抓了 我告诉你 你的骚扰已经困扰到我和家人 如果你在这儿 纠缠不清的话 我就报警抓人 什么叫纠缠不清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这个贱女人 又来纠缠我老公 你想干什么 娜娜 你怎么来了 我来帮你对付这个狐狸精啊 你也真是的 怎么来见他 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是怕你担心吧 看你说的 我们是夫妻啊 有任何事情都应该共同面对才对啊 对 你听见没有 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夫妻 我劝你 以后最好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也不许你再伤害我们安家任何一个人 要不然我就打电话报警 把你这个蠢负关到牢里去 你说什么 小军 如果以后他再来勒索你 你就打电话报警 用不着给他留情面 我们走 你为什么在蛋糕上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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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谁告诉你的 是我爸爸亲眼看见亲口说的 我跟你本来就不认识 你没什么话想说 我走了 小军 我爸爸是亲眼看见的 如果报警了他是可以指证你的 我不认识 想不得上今天真能开口说话 这个话 吵梦 这是你逼我的 你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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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伯啊 你看 河对面的公园好多人哪 明天我们也去那边 走 咱先到那边去看看啊 这出来散散步心情好多了 是 是 你看啊 你还记得 那一片高楼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以前都是平坡 那一片的新鲜 好 记起来了吧 你 hour 你多保守我的心情 大妈 妈 您帮我捡一下 好嘞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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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害我们全家 为什么 我说些什么 你给我滚 你说 为什么 你去死吧 安氏企业推出的新品牌的高级家具 想打入市场并不容易 我一面宣传建立 安氏安家家具的高品质形象 一面积极笼络高收入群体 目前业绩已经上升两成 还请大家继续指教 安氏企业 高副总 谢谢 谢谢 好 好啊 非常好 范副总才刚上任不久 业绩很突出啊 而且已经把我们开发的高级家具 推向了市场 光这个星期啊 就已经有数十家高级会所 还有这个俱乐部 跟我们公司签约定了家具啊 业绩非常突出啊 我希望大家向他看齐 向他学习 是啊 谢谢 小军啊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这次我们全力推出安氏安家家具 不只要在中国销售 还要推广到海外 我已经让海外部的同事 抓紧时间做推广工作 务必要把宣传铺开 甚至想办法登上国际媒体 把这个新品牌推广出去 投入海外媒体宣传是没错啊 不过海外竞争非常激烈 购买力虽然也在快速增长中 但是呢 总成绩相对来说没有范玉的好啊 还有 你上次和宋氏集团 合作失败的教训 你要引以为戒知道吗 知道了 董事长放心 在这个项目上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不 光是努力是不够啊 这样吧 我跟你们俩一个月的时间 你和范副总一起竞争 你们谁的总成绩最好 就谁来当这个总经理 怎么样 爸 可是这个 范玉啊不用担心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 少君啊 你也要加油知道吗 知道了董事长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好 散会吧 少君 你怎么了 你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刚才你也看见了 爸在那么多员工面前羞辱我 让我下不了台 我以后还怎么带领员工啊 怎么会呢 我觉得我爸是在鼓励你啊 行了你别多想啊 我爸的脾气我最清楚了 如果他想羞辱你 他就不会让你和大嫂一起竞争 总经理这个位子了 尤其在这儿生闷气 还不如努力一点 真口气证明给我爸看呢 我怎么不努力了 我那么努力你也看到了 可这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 大嫂 有娘家当靠山 凭她爸在商界的关系 要拉拢那些集团跟她签约太容易了 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能凭着我自己这双手打天下 关系背景啊 这太容易了 难道我的关系背景会输给大嫂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亲爱的 你愿意帮我吗 你是我老公 我当然会帮你喽 我的关系 加上你的努力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拿到总经理这个职位的 亲爱老婆 等我当成了总经理 我肯定不会忘了你这位贤内主 你就等着想幸福吧 不错嘛 还知道谢 不用 只要你爱我一辈子 不爱别人就可以了 老婆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永远都不会变 永远都不会变